鮮嫩雞肉在爐上翻滾 再加上杏仁和開心果 这样奇妙的混合 配上甜甜的椰奶 最后撒上昂贵香料 翻红花 一道美味可口的 翻红花鸡肉咖喱 就上桌了 印度独特的长形香蜜 配上温润的 翻红花鸡肉咖喱 对于不敢吃辣的人来说 再适合不过 连前英国首相卡麦隆 都爱这一位 甚至选在卸任首相职位的 前一晚 在唐宁街10号 叫了这家 Kennington Tandoori 印度餐厅外送 享受他身为首相 最后的晚餐 咬口鸡一点都不干涩 反而滑嫩好入口 或后震望时 再撒上价格不菲的翻红花 为咖喱增添一丝丝 甘草的香气 最为人乐到的是 翻红花的变色功能 为咖喱染上黄金般的色泽 印度人吃咖喱 喜欢搭配印度烤饼 外皮微微酥脆 内心松厚柔软 味道和嚼劲完美结合 越嚼越香越吃越陶醉 餐厅环境主打高档西餐的现代风格 除了提供外送和正餐 还有现代感的休闲酒吧和尊贵的私宴服务 让餐厅从1985年开张以来 跃升为贵族舌尖上的印度美食 以为作为良好的印度饭食物 你必须先要解释味道 KT餐厅独特秘方 在料理中添加咖喱叶和新鲜番茄 巧妙缓解辣椒带来的刺激口感 店内的高温摇烤系列 也是不可错过的美食之一 印度料理不断挑逗英国人的味 不但保留传统的咖喱风味 经过现代化改造后 渐渐成了高档料理 让首相都为之疯狂 感谢观看